Hello 大家好 我是Pin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棉花糖依依 今天就有我们和大家进行第26堂直播 就是《举本城和谐粉彩》 今天就会和大家听故事或粉彩画 而我们今天会讲的故事就是 《财修的长颈鹿》 财修即是害羞 究竟这么害羞的长颈鹿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不太知道 不如我们一起听棉花糖依依 听来讲故事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讲的故事 是关于一只很害羞的长颈鹿 而这个故事是由贝斯布瑞肯所作的 而图画是由珍妮佛贝尔所画的 翻译是由借直人 我们看看这只长颈鹿如何害羞 这只长颈鹿 这只长颈鹿的名字叫做山姆 它是一个很安静的小男孩 大家对它的认识都不多 因为它经常都不说话 所以大家对它都不熟 山姆它很喜欢玩车仔 但是因为它没有跟人说 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它有这么多车仔玩具 山姆它最喜欢吃的蛋糕 就是巧克力蛋糕 但是因为它没有跟人说过 所以也没有人知道 它喜欢小狗 关于山姆 关于山姆 小狗仔只知道它一样东西 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大家只知道它不说话 很少说话 其实为什么山姆它这么少说话呢? 原来它很不喜欢在大家面前说话 所以它最怕和最怕 每一个星期 老师都有一个分享时间 今天是星期三 老师又跟大家说了 我今天要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星期五 又会有分享时间 到时大家就要记得 带你们想分享的东西回来 跟大家分享 你看看山姆 好 她的样子是不是很忧愁 是呀 因为她担心了整天 她知道自己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带回来分享的 但是 因为她很害怕 她很害羞 所以她是很担心星期五 一个分享时间 到了星期五的早上 山姆睡在床上 她说大话 她对妈妈说 妈妈 肚子很痛啊 我不上学了 但是妈妈就说了 没事的 你喝一杯朱古力奶 休息一会儿 就可以上学了 终于回到学校了 山姆见到老师 就跟老师说了 老师 我说我今天呢 不记得有分享时间了 所以呢 我没有带花 带东西回来做分享啊 但是 其实 不是真的 山姆 她又带一样东西回来的 而这样东西呢 是放在她的书包仔那里的 老师 就跟山姆说了 不重 不重 潇津 你一会儿想想 你想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你就直接跟大家说 就 discovery 就算你带 不带返回来 也不重要的 啊 玫 听到老师这么说 看一下她 他更加觉得自己的肚子在咕噜咕噜地痛 因为他怕自己一会儿会不会说不出话 好像呆了那样 还是一会儿会说错话 又或者说说会暈倒了 甚至哭出来 他很多很多的忧虑 还有在这儿害怕 珊姆看到其他的小朋友 都将他们想分享的东西拿出来 你看小鳄鱼他分享什么 原来小鳄鱼他分享蓝球 小鳄鱼他又分享什么 他拿着两只小鳄鱼 原来小鳄鱼告诉大家 大家听这两只小鳄鱼 是我妈妈积给我的 我好喜欢 大家听完小鳄鱼的分享 大家都拍完手掌 然后又看到小鳄鱼 又到小鳄鱼他分享 你看看 他拿着一个跟他差不多一样的公仔 小鳄鱼他告诉大家 大家听 这个好像跟我一样的公仔 是我刚刚生日的时候 收到的生日礼物来的 我现在当他好像我自己的妹妹一样 每个人又一起 你们又一起拍手掌 然后就到小鳄鱼分享 小鳄鱼就说 今天我没有带东西回来 和大家分享 不过我上学的时候 在路上看到有一块很可爱的树叶 所以我就收到它回来 现在和大家分享 小鳄鱼他分享的时候 然后他把叶子 说成叶子 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当他说完之后 每个人又都怎么样 又一起拍手掌 每个个都说很好 终于轮到山姆了 他在书包里拿了一样 他觉得可以和人分享的东西 然后就走到同学的前面 而老师就说了 山姆你今天打算和我们分享什么 你们猜猜山姆带了什么 和大家分享呢 嗯 每个小朋友都很期待 用很期待的眼睛看着山姆 在静静地等待 而山姆拿起了一样什么 大家看不看到啊 啊 没错了 原来呢 是一张有狗仔的图片啊 山姆就说了 他 他 他就是我家刚刚养的狗仔啊 我叫他做朱古力的 因为呢 我最喜欢吃朱古力蛋糕 而他那个身体的颜色呢 就好像朱古力那样 所以我就叫了我的狗仔做朱古力咯 哇 山姆说完之后 他发觉自己 咦 我没有暈倒啊 我都没有害怕吐啊 我也没有害怕哭啊 而且没有人笑我啊 相反 当他说完之后 每个人都怎样啊 哇 好多人都拍手掌啊 哇 山姆好开心啊 从此之后 班上每一个小朋友对山姆呢 都认识多了 他们认识多了什么啊 原来山姆好喜欢 什么啊 没错啦 就是他好喜欢狗仔 还有呢 嗯 还有就是他好喜欢吃 朱古力式的蛋糕啊 因为朱古力是什么色啊 是咖啡色 所以他的狗仔 都叫做朱古力啊 哇 山姆现在开始了 知道和人分享 和说话 都不是一件那么害怕的事 他已经没有那么害羞了 他开始心在想 下一次分享时间 我都有东西可以和大家分享啊 你们又猜不猜到 山姆会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哦 原来是什么啊 就是他家里 有一辆很大 很大的 车子啊 他就在下一次的时间 拿回来和大家分享啊 小朋友 希望你们都不会 好像山姆那么害羞啊 可以大胆点 和人分享 其实呢 棉花糖姨姨小时候 都很害羞的 但是 因为我有很多儿生 狗仔呢 我要照顾啊 但是我发觉呢 当他们听故事的时候呢 就会很乖的 所以棉花糖姨姨呢 很小时候 已经和这些 这么小的小朋友 讲故事 从此 棉花糖姨姨也都不害羞了 所以就很喜欢 和小朋友讲故事 希望你们都好像棉花糖姨姨那样 喜欢看故事 和讲故事啦 我们听完棉花糖姨姨呢 讲完这个害羞的长颈鹿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画一幅 和长颈鹿有关的画作 我们需要准备两张的形板 这个形板呢 我们之前在一个预备的影片里面 已经和大家讲了 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长颈鹿的形板 一个长颈鹿的外形和框 另外就是一个气球的形板 因为这幅画在里面 我还需要有些形板 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张废纸 这张废纸 其实我要这条直边就可以了 要这条直边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我们就准备一张15cm的画纸 我们就会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的画作 首先我们要先帮这个背景打了底色 这个背景的底色呢 我就会拿一个041的米黄色 041的米黄色 我们将整幅画作打了041的米黄色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这条纸有的项目 就像大纸一样 正常链一样 再来一个小鸟 这样子 就像大纸一样 这样子 就像大纸一样 这样子 这样子 就像大纸一样 这样子 就像大纸一样 这样子 这样子 就像大纸一样 豐富顏色 我會用036的淺橙色 我會在左下角加一點淺橙色 右邊這個位置加一點淺橙色 右邊這個位置加一點淺橙色 036的淺橙色 大家可以先加淺橙色 先加一點淺橙色 加完淺橙色之後 需要用028的淺粉紅色 淺橙色可以放入口中 可以用028的淺粉紅色 這個028的淺粉紅色 我們都放在畫作上 我隨意加在中間這個位置 下面這個位置 淺橙色的這個位置 我們就打圈上這個顏色 用2個淺橙色 現在地橙色的淺橙色 沒有2個淺橙色 然後螢幕後 量增進去 我們開始畫畫作上的圖案 這個純粹是一個底色 圖案我們需要用到一張廢紙 這張廢紙 我現在這張是A5 size 我先把它剪一半 我要這個直角的部分 做一個黑板 這裡有一個黑板 我想黑板大概的位置 放在這樣的效果 大概是這麼大的尺寸 大概這個墊一半 然後這裡會把空間移動 把空間移動 放好之後 我們就會拿一張廢紙 拿一張廢紙 先黏在下面這個位置 這個不要動 這個純粹讓我們預算黑板的位置 放在下面一張廢紙 我們可以拿一張膠紙 去固定 我們可以拿一張膠紙 去固定 這個純粹先塗上黑板 然後我會拿一張廢紙 同樣我要用一條紙的邊 一條直邊 我們做回這個黑板的邊位 拿一張廢紙遮遮就可以了 好 畫明黑板就是黑色的 但直接放黑色會很髒的 所以我不會直接放黑色的 我會慢慢上去 顏色上去 讓它變成一個黑色 我們先貼好下面的紙和左邊的紙 下面大概貼一半 遮一半就可以了 調低一點也沒問題 黑板大一點 左邊我會預留這個邊位做黑板的框 好 上好顏色之後我們拿一個013的粉紅色 我們會在黑板的位置削這個013色 你可以填滿它 不填滿也沒問題 我們先把這個013色削好之後打圈上色 多餘的粉燉一下 先上粉紅色做底色 然後我們可以拿一個022的紅色 022的紅色 先上粉紅色 然後我們拿022的紅色 我們同樣會填在粉紅色上面 同樣可以一塊塊上色 亦都可以把整幅黑板上了這個紅色 我自己的通常做法 我是加粉多的話 我就會上去 現在我發覺粉不夠多 我就會上一塊塊 我發覺我的粉都加得很多 所以我決定整個上去 多餘的粉可以燉一燉 然後呢 先做底色 先做底色 就是綠色 我加了一些對比色的話 其實顏色就會越變越暗 越變越暗 做到一個黑黑的感覺 雖然是黑板 但我不是純黑 就會有一點點顏色 做完紅色之後 然後我們在口中 拿一個097的深綠色 097的深綠色 我們同樣把整個黑板 打進深綠色 先把整個黑板打進深綠色 就開始變成一個綠色 就像我現在介板的那種綠色 黑黑的 我們打進深綠色 我們打進深綠色 再上綠色 效果會跟直接上綠色 是不一樣的 還有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 這個黑板有什麼用的呢 就是 這本書剛才聽棉花糖依依說 是講分享的 想大家在這個黑板裡面 去畫畫 或者去寫 你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說話 所以如果底色打得多些層次 或者多些顏色 你做一個擦白 或者去擦紙 戒東西 下面那個底層的顏色就會上來 所以效果就變成像黑紙 戒的有顏色的紙的效果 我沒有做得太多層 我只做了兩層 做好之後 左邊這個型板 和下邊這個型板 麻煩可以拿走 然後等一等這份 做一個簡單的清潔 哇 你看到黑板嗎 你看到黑板嗎 如果九月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做好了 黑板做好了 我們都做了一個基本清潔 雖然你看到都很髒 因為我們等一等 還要繼續清潔 做好了之後 剛才說 我們黑板沒有一張紙 是這樣放的 你先拿回那張黑板的紙 你說我用了 那怎麼辦 不要緊的 你找到一張廢紙 有這個直角 可以蓋到這個黑板 就可以了 我們用這張紙 把黑板蓋上去 然後膠紙兩邊做一個固定 再準備一張廢紙 那張廢紙其實有這個直邊就可以了 而且可以跟這個畫紙一樣長 我們大概放在下面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這個框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框 所以我們放好下面的位置之後 我們繼續用膠紙去做一個固定 然後這個框很骯髒 我們就對了 因為我們要做清潔 清潔 大家可以直接拿擦膠 拿擦膠或者擦膠筆 把它擦白就可以了 我們先做一個清潔 我們先做一個擦白 做一個清潔 先做一個清潔 然後我們要做黑板的顏色 我們先做黑板的顏色 然後我們要做黑板外框的顏色 外框就是框著黑板的顏色 因為我已經補了熱很久 黑板現在已少見了 我看到有些學校的黑板已經變成電子板 或者是白板 所以我用很傳統 當成一個木框固著它 我們會拿一個058的泥黃色 我們直接把這個058削粉在外框上面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框上去顏色 先做這個058削粉上外框顏色線 接着我们会加入147的啡色 如果木框只是一只颜色会比较单调 我们会加入147色 147色怎样加呢 我打算是随意加的 你看我都挺随意的 我随意加的 147的啡色 加好之后 我们就按着粉 掃到我们的框里 有些地方有粉的 推色 下面这个打横推 左边这个 你可以转一转 再打横推 做好之后 這個黑板的形板和下面這張紙的形板 我們都可以拔走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清潔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有少少的形狀走出來 即是黑板的形狀、框的形狀 因為我們還未畫主角和主角附近的氣球 加上主角就很漂亮了 畫完黑板之後 接下來會做我們的長頸鹿 大家可以拿回長頸鹿的形狀 裡面的長頸鹿可以先拔走 放在一邊 不是不要 是拔一拔走 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可以把長頸鹿的形狀 放在畫紙上面 你可以選擇放在右邊這個位置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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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會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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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猜一猜 這次就要考考大家 因為我們要將長頸錄 這個範圍裏面的一些圖案 把它完全拆白 要拆到白雪雪 我們慢慢來 我們由紙邊向裏面拆 有點暴力 我們發覺黑板一拆 會看到有一層粉紅色 就是我們下面打的那些層 我們開始打了粉紅色 紅色做底色 白雪雪雪上 盡量擦白 因為顏色較淺 如果不擦白的話 長頸部會變髒 先處理擦白 盡量擦白 盡量不要看見黑板的顏色 框的顏色 其實底色不怕 看見少許 但應該擦白 因為底色比較淺色 即使沒有擦白也不怕 先處理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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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擦白後 開始幫長頸部塗上顏色 不要緊 慢慢擦 長頸部塗上的同學可以先拿定顏色 包括051 偏黃色 接著會拿少許橙色 我們會拿036的淺橙色 我們要幫長頸部塗上的陰影部分 我們會拿147的啡色 051 036和147色 051 036和147色 不要緊的 先慢慢擦白 長頸部份 盡量擦白 如果你說不是 我真的擦不白 那怎麼辦 不要緊的 只要你覺得已經盡力擦 真的擦得很白 盡量擦白就OK了 因為如果你發覺我還沒盡力擦 有少許顏色留在這裏 待會上的淺色就會變成髒色 這個就變成髒的長頸部 但如果你盡力擦白 發覺還有些底色也不要緊的 只可能是因為你把紙比較吃粉 但你上顏色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混成髒色 最重要是盡量擦白就可以了 擦白之後 051 051的一個土黃色 051的一個土黃色 先幫整個長頸部打了一個土黃色的底色 我們先幫它上底色 我們先幫它上底色 我們的筋鋒 我們先幫它們尾到這個部分 然後拉上底色 我先把筋鋒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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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把筋鋒滾 我先把筋鋒滾 那往後 哪裡放上呢 我先把筋鋒滾 我們把底色盡量實色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拿回長頸露的公仔 我們先拿頭髮出來 頭髮先遮住頭髮 身體我們不用用 待會要用不是扔一下 不是扔一下 待會要用 而是我們想拿頭髮遮一遮上半部分 你們先幫長頸露搭配一件衣服 在圓畫中 在我們的圖畫中 長頸露的衣服很喜歡穿一件紅色的衣服 看不看 所以你們都可以選擇紅色的衣服 做他喜歡穿的衣服 當然你說我可以換其他顏色都沒問題 例如你喜歡藍色的衣服 就幫他穿一件藍衣服 我現在選擇這個是019的紅色 我會把這個紅色塗在圖畫上 幫他穿了一件紅色的衣服 但因為公仔有立體感 穿完這件紅色的衣服之後 可以拿一個比較深色的紅色 或者我現在拿一個啡色在左右兩邊 幫他加一個啡色 然後就會立體一點 當然你說我如果是橙色 你一個036、037 藍色的089、09011 總之一深一淺就可以了 再深色一點的角落在左右兩邊 加深色就可以了 加深色一點的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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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應該是這樣的 我先拔一拔頭給你看一看 先做他的衣服 先做好衣服之後 我們就會拿回長頸露的下半身 遮住衣服 這次是倒轉的 剛才是遮住頭部 現在就遮住衣服 他這個頭部 我們都會幫他加一些立體感 一些立體感 我會怎樣加呢 首先 我們先拿回長頸露的頭部 拿一個頭線 然後我們可以大概黏一黏 在這個耳朵的下方 我們剛才不是戒了一條線嗎 就是向下摺 這邊的耳朵一樣向下摺了 因為我們要幫他的耳窩上顏色 這個耳窩的顏色 我們就會上這個036的淺橙色 036的淺橙色 我們就削粉在耳窩的位置 左右兩邊 左右兩邊 耳窩都有顏色的 先把耳窩上顏色 然後我們在鼻子的位置 先把耳窩上顏色 然後把耳窩上顏色 然後我們在這裡慢慢向上推 大概就知道陰影的位置 即是他一些凹下去的位置 在電影分佈 接下來我們就會加陰影 加陰影 首先我們會加在哪裏呢 首先我們這個頭頂的位置 我們會先把耳窩上顏色 我們會削一小小的147色 可以轉一轉張紙 然後我們就推這個147色 可以向頭的位置推低一點 因為他有一些頭髮在這裡 所以我們稍後也要畫頭髮 先推一個啡色的位置向下推 我們先把耳窩上顏色 147色 147繼續下去鼻子的位置 即是剛才橙色的位置 剛才橙色預一預位 這個啡色我們直接向內邊推 這裡 那麼它這些邊位 邊位我們都要加上陰影 所以我們就會加些的147色 然後左右左右向邊推 然後慢慢向內推 這個頭我們一樣都可以放下去 剛才我們的橙色是下了耳鍋的位置 在耳鍋的下方 即是眼仔方向的耳鍋 兩邊我們再加一個147色 然後慢慢向上推 然後我們在左邊的面上也削一些147色 然後沿著紙邊 左右左右推 還有長頸鑾是3號 其實它還有一個觸角的位置 我會按照長頸鑾的樣子去畫的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本書上面3號的觸角一直都是向前面的臉 好像有兩顆球 兩顆球 這兩顆球我們會用到燒字板的圓圈 燒字板的圓圈 就用長頸鑾的大小 我們分別在耳朵的左邊這個方向 我先做一顆 這顆球 我們一樣用147色就可以了 直接放好燒字板 削粉 然後在球上打圈上色 我們稍後會用木顏色筆 把細節位再畫出來 這邊一樣 這邊比較近 我們比較多 這個球球如果是假設我們第四個 我這個就會用第五個球 做在這裡 我大概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球是觸角 不是眼睛 所以稍後我們會用一個木顏色筆 把細節位畫出來 畫好觸角 上好顏色 整個沙帽的形板就可以拿走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清潔 接下來我們畫氣球的部分 氣球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可能這裡會有個氣球 這裡有個氣球 這裡也有個氣球 這些氣球 我就會想去表現 一班同班同學去跟我們做分享 用氣球的方式去畫它出來 所以我們先畫了氣球的造型 我們才把他們的同學畫在氣球上面 即樣畫在氣球上面 包括了 我們先做了這邊的氣球 我就拿了一個細的氣球 放在下面這個位置 即是左下角再推右一點這個位置 氣球顏色是自選的 我會建議 你想氣球更漂亮 就選擇一個一深一淺的顏色 例如我想做粉紅色的氣球 我會選擇一個零一四和一三七 零一四 淺色的顏色 淺色的顏色 我們就會整個氣球去削粉 上整個底色 而深色的顏色 我們一起統一一下 我們先留意 所以光位就在上面 為什麼在上面呢 因為我們課室的燈光 其實是上面開燈的 所以光位在上面 簡單來說 光位在上面 暗位就在下面 所以我們深色的顏色 就會落在左下角 和下面這個位置 所有氣球都是 先理解一個氣球 你就會明白其他氣球 深色和淺色的位置 我現在這個一深一淺 其實就不是太明顯 所以如果你想明顯一點 可以再強烈一點 我就加少許紅色上去 你會見到我第一個氣球誕生了 越多的氣球 代表同班同學就越多 我建議最少做三個氣球 這邊又加一個氣球 我這次用一個大氣球 你會見到粉紅色的氣球 和黑板 如果見到的話 因為剛才我是粉紅色 底色是黃色 所以上顏色就不用插白 但如果去到這個部分 你會見到一點黑板 會見到之前的氣球 就麻煩大家先擦白再上色 同樣盡量擦白 上色如何做呢 一深一淺 我選一個089的淺藍色 111的深藍色 好 我們的淺藍色 我會上整個氣球 深藍色 燈光在上面 暗位在下面 我會在氣球的底上 上一個深藍色 111的深藍色 顏色是自選的 不一定跟我的 這樣會有些頭髮的 有些頭髮的 都是那句 越多的氣球 代表越多的同班同學 去聽你去分享 我建議最少做三個氣球 大家自己決定 我又繼續去擦一些氣球 我會放在這個位置 同樣我看到少少黑板 看到少少框 所以我需要把它擦白 一深一淺的顏色 我會選擇一個077的綠色 080的深綠色 同樣 淺的顏色 先會打底色 燈光在上面 暗位在下面 大家最少做三個氣球 我看到我有些時間 做多個氣球 我在做氣球的時候 我會放在這個 右邊 你們最少做三個 因為我 我等待大家的過程中 我自己做多一個 其實分享並不可怕 因為好像剛才棉花糖衣 講故事一樣 其實到沙母去分享的時候 她發現原來大家沒有笑她 沒有說她 不知道怎麼看她 結果三母自己後期都很喜歡做一個分享 其實並不可怕 因為這個分享 大家都是樂意聽 我這邊的氣球 我決定用橙色 我一個的淺橙色 一個的橙色 同樣記住 淺的顏色先上底色 就是做一個立體感 同樣記住 燈光在上面 那些立體的感覺 深色的位置就會在下面 深色的位置就會在下面 對 對 只要做好的氣球 我們剛才的方形板已經不用了 因為我們接下來畫一些細節 column 你可以照顧剛才的形板 自己再畫一張 或者你會發現我畫完就夠了 你們就可以把剛才的形板不要 畫好了氣球的同學 就可以拿定木顏色筆 接下來就會開始幫主角衫舞 還有其他細節的部分去做一些更細節的部分 我們需要用到木顏色筆 給大家少許時間去先處理氣球部分 如果氣球畫好了 我們就會開始畫一些細節的部分 我們先會畫了珊瑚 就是我們的主角 我們的角色 主要角色 先畫了珊瑚 珊瑚是一個長頸露 剛才我們會上一些土黃色 橙色 啡色 等等 所以我們選一支啡色的木顏色筆 啡色的木顏色筆 配合一些顏色 出來的效果會比較漂亮 啡色或者深啡色都沒有問題 我們先畫一畫 珊瑚的細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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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有兩個觸角 這個觸角位 我們可以用一個啡色 幫它寬一寬 我先用一張紙墊一寬 然後寬了觸角之後 我們大概跟它面形 畫一個 即是用啡色掃一下 勾拉出來 耳鍋這個位置 也輕輕掃一下 先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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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拉出來 三個頭髮 三個頭髮怎樣畫呢 其實就是這樣 首先是一個尖角 就是一條頭髮 一條線 一個尖角 畫深色一點 然後一個尖角 看到嗎? 我這樣掃一下 一個尖角 多一點頭髮的 裡面多掃兩條線 你可以再掃一次 看上去頭髮會比較多 我建議 如果你現在用這個 比較淺色的啡色 我們待會可以用一支深色的啡色 加強它 或者你用了一個深啡色 我們用黑色去加強它 鼻哥這裡 我們這裡勾回來 勾來一點 這邊勾上去一點 然後這裡有兩個鼻孔 一個 兩個 三個這裡都有頭髮 我們這裡輕輕 畫素素給它 如果你剛才用了淺啡色 現在可以用一個深啡色 深啡色 這個是深啡色 我們再輕輕勾一些線 勾不勾都沒有所謂 原因是因為我發覺 太過單調一隻木顏色筆 所以我會加強一點 勾一點線 給它 但我不是全部勾的 我會選擇地方勾 包括頭髮 某些位置 深色一點的 我會加一些線 觸角 兩個弧位 不是整個圓圈畫的 我畫了一個弧位 好像寫了一個C字 然後這塊面型 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暗一點 我會加一些線 頭髮 我大概再掃一次 在頸部 我會加一些線 它的眼睛 大概在鼻哥 左邊在鼻哥的上邊 而右邊的眼睛 就是鼻哥的上位置 然後它的眉毛向下水 這是它的嘴 它很開心地笑 所以這裡可以畫深色一點 一點點 畫上嘴巴也沒問題 耳窩位 可以用深啡色勾一下 勾一下勾一下 然後輕輕掃一點線上去 你會看到這樣 立體了很多 這邊一樣做法 耳窩位 我們掃一下彎位 然後輕輕掃一些線上去 耳窩位好像立體了很多 然後再拿一件 跟著你幫助 三母上顏色的那件衣服 就拿相驗的顏色 我上了紅色 我就拿了一個紅色 或者你拿一個深一度的顏色 例如這個紅色 我深一度 就是紫色 我就拿一個紫色 跟剛才三母的造型一樣 我們先拿一隻顏色 幫它加一個框 這裡也要 這裡加一個框 不用上得很緊的 輕輕就可以了 你看到現在好像很有手距風格 我就決定封封地 接著一起封 手距風 我們就會輕輕 拿一個紫色 掃一些 在邊位掃一些線上去 上完一層 我上第二層 然後 轉一轉張紫 好像打交叉一樣 掃一層 右手邊也是 是否覺得突然間很手距風格呢 哈哈 然後我們做好了 就會開始畫氣球的部分 氣球的部分 我們會幫氣球做光位 除了你們上了一身一淺的顏色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 氣球滑滑滑滑的 打下去 其實有一個特別的光位 就會出來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擦膠筆去做 或者你說 我的氣球很小 擦膠筆很粗 你可以拿一支 右的擦膠筆 擦膠筆的粗幼度 其實就視乎 你畫氣球的大小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首先我們可以拿一支黑色 或者深啡色 把氣球弄給它 這樣氣球是有條繩子綁住的 第二件事 我們拆光位 剛才說 燈光在上面 所以我們的光位 就會沿著上面的弧位 去拆一條線 是否突然感覺到氣球立體了呢 然後我們會幫這些氣球 畫它的同班同學 這些同班同學 我們可以拿一支黑色 或者深啡色就可以了 那有什麼同學呢 讓大家看看 首先它的同學 有烏龜 有河馬 有老鼠 有大象 有鱷魚 還有陀鳥老師 所以你可以選擇畫老師 都沒有問題 就是這幾個同學 因為我們的氣球 不是畫了那麼多 所以 就不用全部畫了 大家可以選擇 想畫的同學 我們不是畫他的樣子 而是畫他的表情 我們畫他的神似就可以了 不用形似 神似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畫哪個呢 我這裡有四個氣球 我就可以畫四個公仔 如果你說 我只有兩個氣球 你就畫兩個公仔 三個氣球 三個公仔 我們先畫一個烏龜 烏龜 烏龜 它有一個大大的鼻子 大大的鼻子 我會選一個綠色的氣球 綠色的氣球 怎樣去畫呢 其實要用線條去畫 很簡單 烏龜 首先 它這裡有一個嘴 我把嘴子 把嘴子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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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覺他的眼睛在這裡 所以看不到 為了看了一點眼睛 我決定這邊加一隻小眼睛給他 這邊是外框 即是膠紙邊 所以應該看不到 我決定這裡加兩個鼻子 大家想像一下 這隻是烏龜 我講求的是神似 神似 烏龜 或者簡單一點 我畫老鼠 這個 矮一點 或者老鼠 你覺得對的 就可以跟著畫 或者看了我畫完之後 才決定你畫哪幾隻公仔 這隻老鼠 首先我要畫它的鼻子 它的鼻子 一個圓形 然後在鼻子下面 我們畫一個曲線 一個笑容 然後它有一個嘴角向上揚的感覺 鼻子上面 鼻子上面 這樣凹了出來 所以我們輕輕畫兩條的環線 曲曲的 然後 左右兩邊 左右兩邊 我們就加兩隻眼仔 它有一個頭髮的一吋 兩吋 這樣就可以了 再畫一條線 接著我們幫它畫耳朵 這個耳朵其實是氣球外邊的 我純粹畫一條線 給它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它的同學老鼠仔 這樣 讓我畫一個笑容 讓它開心一點 接著這個 我畫河馬 河馬小姐 河馬妹妹 河馬怎樣畫呢 因為它有很大的鼻鼻 所以我這裡 絲 畫了一個框線 然後繞下去 笑 這裡有個笑容 我遮住 我遮住了 兩個大大的鼻孔 不是眼來的 鼻孔 鼻孔 這個是鼻孔 因為我畫完之後覺得它像一隻眼 我怕大家誤會了 它的眼 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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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一個眼仔 兩隻眼仔 這樣 眉毛 同樣 它的耳朵 我直接畫一條黑色線 給它就可以了 這邊遮住也沒辦法 這邊遮住也無法 這邊遮住也無法 我這邊還有一個氣球 我先畫它 這個氣球 我畫什麼好呢 我決定畫大象 因為我發現 剛才有個鱷魚 鱷魚的鼻子太長了 很難畫 大象的鼻子也很長 但我輕輕地大 首先我向這邊方向 畫兩條曲線 這邊比較粗 這邊比較幼 所以你可以從右邊開始畫起 然後畫兩條線 然後兩隻眼仔 眉毛 很大的耳朵 它的嘴子正在笑著 我們先畫了一些氣球 然後我們將黑板 畫多一點細節位 我們可以拿一個啡色 淺啡也無所謂 我們先幫黑板 下面這條線 加一個線 下面這條直線 這條橫線 我們都輕輕幫它加一條橫線 先 然後木紋 我們都輕輕 拿一支筆畫一些橫線 去做一些木紋的感覺 這邊一樣 在下面這個部分 下面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拿一些圓圈 去拆一點點的效果 因為黑板 我想做一個分享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黑板上畫一些畫 可以拆一些圖案 例如拆一些圖案 例如拆一些花花 或者拆一些東西 甚至乎不拆也可以 我們可以直接拿一支淺色的顏色 例如白色 米黃色 淺粉紅色 淺色的顏色直接在上面寫字 直接在上面寫字 這樣就不用拆了 你可以用拆膠筆去拆 即是 I love drawing 我喜歡畫畫 或者是Drawing 或者寫粉彩 或者寫Pinkle 寫自己的名字 等等都沒有問題 我們在寫之前 最後才做這個畫花盒板的部分 我們先做下面一些效果 包括你可以在下面擦一些Brain Brain 擦一些Brain Brain 擦一些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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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令整個氣氛很好 其實我也是隨意擦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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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一擦很容易 請示範的Brain Brain 之後覺得整個氣球很帥 也可以擦一些波波 令氣氛更好 冷淡久了 冬也quez過了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小麦粉 這個可能塗得不漂亮 但不要緊 因為我覺得我過程享受就可以了 大家先把效果拆掉 拆好之後 就可以在黑板上寫字 寫什麼好呢 沙姆之前分享了巧克力小狗 最後要留意她是分享她的車車 都是她喜歡的東西 大家都一樣 你們可以寫下你想分享的東西 或者畫你想分享的東西 然後就會完成我們這幅畫 我想一下我要分享什麼好 因為我很喜歡畫粉彩畫 要不我分享給大家的一幅折畫像 大家也可以做自己想分享的東西 分享的話 其實剛才說可以選一些淺色的顏色 包括白色 黃色 或者淺粉紅色 就好像黑板的原理一樣 你們看到的粉筆其實都是一些粉粉的 淺色的顏色 淺色的顏色畫上去才會看到 我會分享什麼呢 我會分享剛剛說的一個自畫像 因為喜歡畫畫 所以就分享一個現在的模樣 我會拿一支001的白色 好黑板的感覺 你們試一下就知道了 先試一下 試一下 好 我的分享 好像很無聊 想不到分享什麼 那我就分享 我喜歡畫畫 所以畫個字畫像 你們可以分享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又可以分享一幅畫給我看 看看你們分享了什麼 只要你們完成了這幅畫作之後 完成了之後 你們就可以去噴膠 好了 因為黑板用了很多種 即是打了幾層的顏色 我再上個深色 所以噴膠這個部分 其實我會噴多兩層的 方便粉就沒那麼容易脫掉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去乾 先放一下 顏色不放在裡面 當畫作乾了之後 當它乾了之後 你們就可以把膠紙邊 即是黏邊的膠紙邊 那個框 然後把它拔走 你們可以在右下角簽名 寫今天的日期 另外就是這幅畫作 剛才說的 這本書叫做 《害羞的長頸佬》 這是一個分享的時間 所以我會把畫作改名叫做 《開心分享》 是分享各位 你們自己可以分享一些 自己開心的事情 或者是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今天這個 繪本成和諧粉彩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我們期望下次再見到大家 一起聽故事 一起畫粉彩 下次再見 拜拜